中国女排已经锁定奥运资格 这次的总决赛 蔡冰也是选择了轮休主力 比较在此前的12场女排世界联赛中 中国女排的主力球员是被使用时间最长的 蔡冰为了让主力休息也避免伤病 派出替补阵容也是无可厚非 不过这次总决赛的对手是日本女排 也让球迷有些遗憾 因为可能无法复仇了 本次总决赛 中国女排派出了全替补阵容参赛 球队主力留在漳州训练 首场比赛对阵老对手日本女排 这本来是一场焦点比赛 但由于中国女排的调整 让日本女排有点难堪 全主力出战的日本女排 即使战胜中国队 也没什么值得庆祝的 毕竟对手一个主力都没有 虽然是替补阵容 中国女排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 张长宁 王云露坐镇主攻 老将丁霞坐镇二传 对阵日本女排 期待他们打出自己实力 给日本女排一点颜色看看 中国女排替补阵容出战 如果打日本队全主力有点悬 打不过面大 但这些队员士气不能丢 就是尽全力冲击日本队 像打土耳其队那股劲头 必须得有 发挥出最佳水平 一场定胜负 庄宇山 吴梦杰 徐晓婷这些年轻队员 首先信心得足 冲击日本队 但打疯了 就像打土耳其的气势 中国女排可能有胜机 中国女排在VNL澳门战中 以1比3赋予日本队 这场失力引起强烈反响 全国球迷倒菜声不绝于耳 球迷对蔡斌的用人和指挥 提出严重质疑 那场比赛 中国队无进攻 无防守 无遗传 在发扣篮环节 全面被日本压制 全场比赛打得非常压抑 这次四分之一 再碰日本女排 也算是给了蔡斌级队员 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但用替补去打对方的主力 这也没有多少胜算了 关于战胜日本 有些人认为 只需要强行进攻 果真如此吗 看加拿大队 他们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 没有放弃 而是通过加强发球 篮网和防守等方面的努力 成功扰乱了日本队的布局 最后艰难的取得胜利 再看看中国队 依传不稳定 攻守能力有限 接应表现平庸 移动篮网跟不上日本的节奏 防守甚至比不过加拿大 那么我们凭什么击败日本呢 日本女排不是土耳其女排 真锅正义也不是桑塔雷利 有了土耳其女排的前车之剑 日本女排在战术上 必然不会去傻傻的追发张长宁 而在进攻的环节上 弹跳下降的张长宁 对抗欧美球队时 还可以凭借打手等技巧得一些分 但队上同样不以弹跳强攻为主 专肯技术和细节的日本女排队员 张长宁已无任何优势可言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